今天的发烧话题我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很多人都听过润年润月 但是很少会听到润秒 其实因为地球自转受到了月球潮汐的影响 速度会变慢 导致时间比地球自转快了一秒 为了统一调整秒差才会出现润秒 从1972年到2020年 平均每21个月就会插入一次润秒 通常会选在6月或者是12月 而多出的这一秒 可别以为对生活没有差别 包含了交通的GPS定位 或者是金融期货交易等等 如果没有留意的话 可能都会造成影响 每到60秒就会变成一分钟 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 但其实偶尔也会出现61秒 就是俗称的润秒 什么是润秒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听过润秒吗 有 润秒是什么 不知道 除了大家熟知的润年润月和润日 地球自转受到月球的影响 也会出现润秒 主要是潮汐造成的 因为摩擦力 海水摩擦力的影响 主要会让我们的地球自转速度 会变得比较慢点 因为地球自转时间 比原子中计时慢了一秒 避免今年累月造成落差越来越大 因此从1972年到2020年 平均每21个月就会插入一次润秒 通常会选在6月或12月的时候出现 可别以为这一秒对日常生活不会有影响 包含交通的GPS定位 就会因为时间差出现距离上的落差 另外在分秒避争的金融业 也可能会影响到交易的成功与否 因此千万别小看润秒的重要性 这次从红建民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